大家好,我是小安,YouTube的黄金三小时 如果您是我的铁粉,请给我一个like和分享 第一次观看我的视频,请您介绍小达给我一个like 正心地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谢谢大家 我奶奶的一位朋友是老中医的 这位老爷告诉我,喝到时候用大蒜加他一起煮水喝 一杯不到几毛钱,竟能够润肺止渴,还可以滋养肝肾 如果朋友们不知道的话,实在是太可惜了 随着天气慢慢地转热了,很多朋友们就比较贪凉 爱吃冰淇淋,爱喝冷饮,而且每天吃很多 一不小心就容易感冒,咳嗽,流鼻涕 喝上一天的时间,真的是太棒了 咳嗽,直接好啦,而且也不流鼻涕啦 今天就把这个方法详细地分享给大家 如果有轻微的咳嗽,嗓子不舒服的症状 可以跟上视频来了解一下 先准备大蒜,我们把大蒜包一包 大蒜能够消炎杀菌 大蒜中含有的硫化物 具有特别强大的抗菌消炎的作用 对于多种感菌球菌真菌 病毒抑制和杀蔑的作用 而且能够预防肿瘤,预防癌症 大蒜中的腺素可以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还有繁殖 并且大蒜能够预防感冒 大蒜中含有一种叫做 绿化丙烯的纳素 对冰原菌 寄生虫都有特别好的杀灭作用 而且能够预防感冒 抗疲劳 大蒜含有维生素B1的食物 维生素B1 与大蒜所含的大蒜素集合在一起 可以很好地消除疲劳 恢复体力的作用 再准备生姜 民间有句老话说 早上三片姜剩过喝生汤 每天吃上几片生姜 能够温中散寒 体寒怕了人可以多吃一些醋泡浆的 因为醋能够收敛的作用 把生姜的温药散寒的作用挥发出来 生姜能够抗氧化 预防癌症 生姜中含有的姜黄酮 是天然的抗氨成分 可以有效地阻止人体内细胞改变 能够有效地抑制肿瘤 第二 生姜可以发汗结表 去风散汗 适用于感冒咳嗽 以及费汗引起的咳嗽 还可以改善血循环 生姜里的维生素 矿物质 氨基酸 能够改善血循环 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生姜可以防止动脉内脂质成肌 降低心脏病 能够增加免疫力系统 生姜抗氧化剂 降辣素 有助于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防止多种疾病 能够帮助减轻压力 生姜能够缓解紧张的情绪 能够促进胃部的香化 不仅可以帮助香化 吸收食物 还能够缓解过量引需导致的负胀 生姜还能够预防过敏 有助于缓解普通感冒引起的鼻塞 也可以缓解花粉过敏 导致的呼吸道症状 我们在食用生姜的时候 姜皮不要驱逐 因为姜皮属于良性 姜肉属于温性 两者一起吃 效果会更好大 再准备白萝卜 我们把白萝卜刮去外皮 白萝卜是一种特别常见的食物 营养价值很高 是腰食童原的食材 我们都知道 白萝卜具有通气 润肠的作用 适当地吃一些白萝卜 可以缓解胃胀 促进排便 萝卜含有特别丰富的维生素C 微量元素C 增强免疫能力 提高抗面能力的 最重要的是 白萝卜能够轻热化碳 提高人体的绵力 天气多变容易引起感冒 咳嗽 可以多吃一些白萝卜 能够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的 白萝卜中含有特别丰富的维生素C 微量元素C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增加抵抗能力 白萝卜出水还能够止渴化碳 如果平时出现了咳嗽痰多 不良的症状 可以用白萝卜煮水喝 可以让咳嗽痰多的症状减轻的 葱是我们略常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调味品之一的 形式做菜都会用到葱 葱叶或者是葱白 而葱根呢会被大家丢弃 葱根就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的 葱根可以解读调味 而葱根 胃心 腺温 最有发表解读调味的作用 主要用于负寒感冒 负痛 恶寒发热 头痛 乳汁不通 大便不利等等 葱根能够预反症冲虚 所含的果胶 可以明显地减少结肠癌的发生 有抗癌的作用的 葱根中含有酱纳素 可以抑制细胞的生长 葱根含有微量元素锡 能够降低胃液内的压硝酸盐 对预防胃癌以及多转症有很好的作用 葱根可以促进食欲 缓解疲劳 葱根像洋葱一样 可以刺激胃液的分泌 有助于食欲的增结 酱面包准备好的食材倒入锅里面 加入800毫升的清水 中小火温煮30分钟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容易 请您发达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 都是显示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温主的时候 我们再准备一把枸杞洗一洗 枸杞具有很好的滋补作用呢 还有枸杞多糖 乌萝卜素 维生素 阴阳比较丰富 一场生活中 如果是贫血的 身体疲惫的 乏力不安 睡觉睡不好 都可以多喝一些枸杞茶水 具有很好的缓解作用呢 对我们生育的好处很多 枸杞性温 具有很好的滋补作用 可以滋补肝肾 美容助盐 滋养皮肤的 入好之后 就可以直接食用 里面的食材可吃可不吃 也可以只喝汤水 用一只口肉来定就可以了 我们不需要放糖 因为枸杞最大的甜味 喝起来口感微微的甜 特别的好喝 特别这种食材混合到一起煮水喝 是天然的感冒药 我们喝的时候 一定要趁热的喝 这样效果更好的释放出来的 如果是觉得味道比较辛辣 也可以加入适量的红糖调味 红糖可以遮盖一些 辛辣的味道的 喝起来更好喝 让人个人感觉 喝远汁远味的 效果会更好的 一定要更好的释放出来 好了 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觉得我视频对有所帮助 请您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